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雷姆 Hello 好雷姆在神魔的影片裡跟大家見面 那今天呢 九優復出了 那為什麼前陣子沒有陸神魔呢 其實大家看到我廣東話頻道 其實都沒怎麼出片 他在投玩之後 他投玩回來之後也是的 Anyway 今天教大家如何輕鬆取得非刀手 是不是很想知道 不好意思啊 有些類型的 其實這個禮拜有個非刀手的關卡可以打 那當然啦 不會放棄這個機會 可以奪得非刀手回家 所以今天 我帶了一隊 一隊 叫什麼 靈魂石隊去打這個非刀手 我看了關卡的數據 應該沒問題的 所以我隨便帶了一些進去打一下 看看能不能夠 就帶給我一個非常好 咦 用什麼隊友好呢 隨便選一個隊友先 其實這關就很簡單的 所以為什麼 九優復出應該要選一些簡單的關卡 去做 好啦 就苦黑隊長 適合我這一隊 血量有9000多 但這關絕對輕鬆 但是各種破防 可以打一些大劍 打一些 高防的物體 再配上苦黑有基本的攻擊力 所以這隊一定沒問題 我相信 OK 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很醜 哈哈 如果這隊都不行我決定 如果不行我還是要放上來 太低能力 如果這隊都不行的話 欸 哈哈 糟了我真的太久沒有轉神魔 是不是 其實我不是的 大家以為我沒有玩神魔 其實我只是沒有泡拳 我有玩神魔 不要以為我真的 嘩 好大 完全沒問題 好大 其實我是沒有放棄神魔 大家就不要 嘩 仙弓盾啊 哇 嘩 太二把 真是 來亂的是不是 小兄弟 嘩 看完了 技巧沒有生疏的 嘿嘿 各種斜轉 是不是 其實 近來 神魔界都很多事發生 剛剛就舉辦演唱會 其實我也覺得很厲害 一個遊戲可以舉辦演唱會 在行內 遊戲行內 我來說算是挺厲害的 一件事 喂 不行的 被我秒了 我還沒存到技能 呵 第四關 仙弓盾 萬六HP OK 那這一關是仙弓盾的 那 那這一關先存一下技能 下關有點需要用 其實也不需要 不過是玩一下 因為難得 拍神魔 我妹妹太厲害了 終於打她 哇 飛刀修啊 飛刀修應該是大家最喜歡的卡片 就是比起風堂 萬年 日面鳥 日面鳥環 日面鳥也很好 總之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素材 那來到這一關 大劍 大劍 它是九萬房和三萬房 其實正常來說應該可以破房 夢妹已經可以了 那我決定開夢妹了 空轉 呼呼呼呼呼 是不是很有型了 這對就是平時打靈魂石的那對 那所以證明了 輕鬆奪得飛刀手是沒有難度 這一關是三萬HP800攻 對 那因為這一關很明顯 那就是想讓大家 可以很輕鬆地得到這個飛刀手 所以官方呢 就不會把這一關切得太難的 可以嗎 送啊 Baby 喔 贏了 哈哈哈 很開心 I win the game man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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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我這一刻正式宣佈 小萊姆風龍世界這個頻道 會再一次 Add the way 會連載各種的遊戲 那之前我連載的Minecraft The Legend of Launch 那就停了 因為 為什麼要停呢 呃 是因為 有bug卡住了 玩不到下去 沒辦法 都試過很多 其實拍了很久 試過那個地方 怎麼都看完功力 都過不了 那就是bug了那個位 沒辦法啦 那另外就會 開始一些新的系列 還有 多一些跟不同人合作的系列 這樣 所以呢其實這段影片 飛刀手的其次是 最重要是想跟大家說說近方 和聊天 那 如果大家留意 你和大J最近都搞了一個MCN 那 長程MCN是什麼呢 那就看看Description是什麼 我都不 再 多作 解釋 那 簡單來說 是一個Network LINK US TOGETHER Man 哈哈 那是一個 挺好的Network 去交換大家的資源 和互相幫助大家成長 那是一個非常不錯的Network 大家興趣 都可以關注一下資訊 如果你也有份拍YouTube的話 嗯 好啦 今天 這關 大家是不是都得到這些 這麼開心的素材 我就很開心 去到時候 耶 好啦 今集就到這裡了 再見了 各位 拜拜 喂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大家Like 和Share 下面還有兩條熱門影片 大家快點Click進去看看 最後最緊要的就是 記得要訂閱我 再見 拜拜 快點 請 electromagnetic restrictions 按 要 請